最近美股和虚拟货币都呈现出上涨趋势,特别是从7月中下旬开始。 在我们的观念中,现在是通胀时期,美国一直在加息,并且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的GDP增长为负数。 从传统意义上经济衰退期的定义来看,美国已经进入衰退期,可为什么股市和虚拟货币市场都有点牛来了的感觉? 让我们来理一理这个思路。 美联储在今年3月份、5月份、6月份以及7月份连续加息,并且6月份和7月份分别加息0.75%,这是自1994年以来首次一次性加息0.75%这么高的幅度。 在这个紧缩周期开始和美国出现衰退的时候,市场尤其是科技股呈现急剧下跌趋势,而比特币被市场认同为科技股。 到了7月中下旬,也就是第二次加息0.75%之后,美联储加息转折点到来,这个说法开始在人们的口中传出来。 大家的想法是通胀正在降温,同时衰退已经到来,美联储最早必须在2023年1月从加息转为降息。 由于市场一般具有前瞻性,也就是说会提前消化可能即将到来的事情。 因此股市开始上涨,大家开始喜笑颜开,同时比特币也呈现出一定的喜人涨势。 以太坊更是在7月份,涨幅达到60%。 以太坊将在9月中旬进行合并,这是价格上涨的催化剂。 当然,这也是其60%涨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以太坊合并这个话题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都有讲过,链接我也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学习了解。 我们继续说回美联储的动作。 即便美联储要降息,那肯定不是为了让股市欢欣鼓舞,而是因为衰退会比人们担心的要严重的多。 即便降息措施开始缓和,美联储也会有其他的替代方案继续收紧政策,就算付出经济放缓的代价。 同时,我昨天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,关于美联储作假的证据。 文章很长,内容很多,我将文章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,在这里只做简单的总结。 众所周知,美国在今年11月份将会有中期选举,现在距离选举也就剩下几个月的时间,民众会根据自己的钱袋子进行投票。 说白了就是,拜登能给美国民众带来多少经济利好。 从现在开始到11月份,为了提高民众对美国经济的看法,耶伦和美国财政部可以选择创造更宽松的货币条件。 美国从6月份开始实行量化紧缩,也就是说让资产负债表收缩,以抵制通胀。 美联储紧缩资产负债表的规模,往往意味着美元流动性被收紧。 一旦流动性指数降低,风险资产的资金外流,资产价格就会下跌。 但很有趣的是,这篇文章提到了美元流动性状况由三部分组成。 第一,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。 第二,美联储持有反向回购,简称RRP。 而纽约联储持有反向回购,简称RRP。 第三,美联储在纽约联储的账户余额,简称TGA。 尽管美联储6月份开始实施QT,也就是量化紧缩,资产负债规模减少,但是RRP和TGA同时也在减少,这是不寻常的。 用大白话来说,就是仍有大量资金在流入市场。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价格和美元流动性的关系。 根据以往的数据,比特币价格与美元流动性状况表现高调一致的步伐。 黄色代表比特币价格,白色代表美元流动性状况。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最近市场呈现出来的熊市反弹了。 是的,美联储撒谎了。 现在远远还不是我们放松警惕可以狂欢的时候,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又会发生什么?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一下,前面或许还有更多的荆棘和更深的痛。 综上所述,第一,市场觉得加息转折点来了,开始乐观,却忽视了经济衰退带来的更大的危害。 第二,美元流动不但没有减少,甚至还增加了。 现在的熊市反弹可以理解为短暂的市场行为。 也许能改变我们下半生财富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,什么时候会到来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,但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时候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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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